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常美洲 我是沈梅琪 因为要响应政府的居家避疫的观念 所以这个礼拜的非常美洲 我们照例还要是透过电话连线 跟我们的评论员进行采访 那么这个礼拜的评论员是张军 张律师 那么在介绍张律师进场之前 我们当然要跟各位观众讲一下 就是到截至到目前录影为止 因为新冠疫肺炎感染 病毒感染的肺炎人数又往上增长了 而死亡人数也破过1万人 那么美国的新冠病毒的疫情 持续在扩大蔓延当中 然后美国的医药总监 Adams他最近也表示 他说这个疫情将严重的袭击美国 特别是在未来这一周 将会是最严重的一周 那他甚至将这一周比喻成 珍珠港时刻以及911时刻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立即连线 给张军张律师来跟我们谈谈 新冠肺炎这个疫情在美国的情况 张老师您好 美群您好 观众朋友们好 张老师我想先请教您 就是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在美国即将进入最残烈的一周 那为什么它这个残烈程度 会这么的严重呢 我觉得可能还有各个方面的原因吧 第一个当然就是 美国不论是联邦政府 还是州政府 从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记得第一例这个病毒 原来是输入性的患者 是在Washington State 华盛顿州 那么随后开始的时候 当然这个政府 当然联邦政府的总统 是特朗普总统 那么各个州 其实开始的时候 他对这个问题可能重视程度不够 但随着这个疫情很快的蔓延 那开始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手忙脚乱 这个联邦跟州都在互相的指责 说对方做得不够好 更重要的就是在开始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测试的手段 包括测试的这个试剂 也都是不够的 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那么现在这个看起来测试的手段 各方面都确实在明显的上升 所以一个就是在开始的时候 因为重视程度不够 所以导致这个疫情变得不可收拾 第二呢 因为测试的手段的原因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 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疫情发展来看 一旦测试手段和测试的人群的比例 提高了以后 那么很多的原来并没有症状的 这些患者 那么他也有可能被测试出来 事实上这个新冠肺炎 在美国和在世界各地的数字表明了 就是他呢 第一 他的死亡率 虽然是这个高于流感 但事实上他的死亡率跟SARS比较 那他还是低的 但是呢 他的传染的能力非常强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 如果测试的手段跟上 那么一段时间里面 这个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 可能还会更多 但是有相当一个比例的新冠肺炎的人 他本身是没有症状 或者症状是比较轻的 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 像著名的明星Tom Hanks 包括像CNN著名的主持人 也是纽约现在遭受重灾的 这个纽约的州长的弟弟 叫Chris Cuomo 那么他们都已经患上了 但是呢 看起来相对来说 他们症状比较轻 那么更多的 导致死亡的 或者需要这个住院的 可能还是第一 可能有基础病 就是你本身可能心肺啊 或者是肾啊 呼吸系统有问题 那么第二呢 看起来这个60多岁以上的这个老人 可能更容易得 所以我认为就是综合的各方面的原因 一个可能开始的时候重视不够 包括各个州 甚至像佛罗里达 他在一段时间里面 他的海滩在Spring Break的时候 还是开放的 那这个当然很快的就会传播开来 第二呢 随着测试手段和测试人群的这个量 越来越大 那么相信一段时间里面 他增加的人数也会比较多 不过呢 稍微令人有一点感到鼓舞的 就是现在看起来在Washington State 在加利福尼亚州 那么他这个病情的上升的程度 那么现在是趋缓 那么一般有一些人 包括像这个总统的 这个Task Force的Coordinator Deborah Birks 这个美女老太太 她是协调员 她也说可能在加州和华盛顿 让她看到一些希望 也就是说这两个州 看来离那个Flatten的Curve 也就是中国人说的 可能出现拐点或者达到顶点 那么逐渐 这个希望逐渐走 往下走 这个几率看起来 这两个州现在看起来 比较有希望 那么他当然两个州 采取的隔离 Social Distance 也做得比较早 那么相对来说 这个纽约 虽然它依然是重灾区 但是这一两天看起来 那么它的这个病患的上升的速度 那么比前几天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减缓 所以当然希望 这个区是一直保持下去 但是因为美国 它本身 它这个国家是个联邦制的国家 所以事实上 美国的总统 并不能命令全国统一的 做很多的事 更多的还是需要 各地的地方政府 像州市郡的政府 来安排自己的 这个Social Distance 居家隔离 等等这些方面的情况 那么现在也有担心 就是即使是 比如说像纽约 如果出现一些好转 比如说像加州和华盛顿 能够flatten the curve 然后逐渐出现拐点往下走 但是别的州的情况 会怎么样 更令人担心的 比如说像芝加哥 像底特律 像波士顿 像这个路易斯安娜 新二良 等等这些地方 以后会不会 还是说这个事情就算过去 这个大家当然是高度的担心 因此刚才你说的这个Adam 那么当然他是surgeon general 他就提出来说 包括像总统副总统也都这么说 就是未来的一两周 恐怕是非常 第一是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悲痛的 因为可能有更多的患者 甚至有更多的人不幸去世 但是他还是希望 就是全国都能够按照这个总统的advisory 因为总统并不能让全国发布命令 那么各个州还是要严格的执行所谓social distancing 那么看起来这个在美国这一段时间 social distancing做得好的种 那么就比较有效 那么从世界范围来看 基本上各个国家也是这样 做的隔离做的好 那么看起来就会比较有效 对我跟你讲 其实你说隔离做的有效 这个都是目前在阻止这个悲剧进一步的发生 但是事实上如果一开始 总统就重视这个疫情的话 我觉得大家现在不会这么惨 而且可能未来这一周还会更惨 所以很多人就讲说 像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疫情让我们知道 比财力比学力都还比不上 自己拥有的免疫力来的重要 所以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不理解 为什么这个时候 特朗普总统的民调还这么高 因为刚刚盖洛普民调又宣布了 就是说支持总统特朗普 认为他在这个防疫 以及控制疫情工作上做得好的人 竟然高达60% 为什么 所以美国它这个国家 我想你可能也 咱们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了解 就是第一呢 它不是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也就是总统发布的命令 那么各州市县郡 不一定要听的 那么因为它是个联邦制的 所以事实上中央政府 也就是联邦政府 在这个部分的权力非常有限的 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话说 那么更多的时候 他们是在背后 这个在后方做一些支持 比如说像救难署 比如说像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援助 那这个基本上还是需要各个州 那么他们是首当其冲 在第一线来做这件事 开始的时候 这个始终我认为确实是有一个平衡 这个平衡就是如果比如说 美国当然在发现 华盛顿州第一例的输入性的 这个患者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发生一例 那当然最好就是 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把全美国 三亿三千万人全部立刻宣布居家令 但你都知道 这个在民主社会里面肯定是做不到 坦率的说 这个从总统的角度 那么他当然也要考虑 就是这个居家隔离 对很多的美国人的经济 美国的生活 中小企业造成的伤害 那几乎是不可估量的 也就是现在看起来 美国因为新冠肺炎开始的 各种各样的居家令 那么在未来的很快的时间 美国大概有超过一千万人 可能会要申请失业救济金 那么很快美国的这个失业的这个比例 那么非常有可能接近 甚至超过在美国三十年代的时候 大萧条的时候 那么美国的经济现在是断崖式的 由于人为的主动的把这个经济把它关闭 那么这个经济几乎是成断崖式的 那你也知道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第一大经济体 那么如果这个经济不能够得到 这个尽快的恢复 那么美国的经济就按照特朗普 他当然后来没有继续讲这个话 不过他当时在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个方法本身不能比问题更糟糕 言外之意就是 也许这个病毒不传播了 但是会导致这个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 有这么多人 事实上我想我们观众朋友们可能也会看到 在有一些地方的这个foodbank 那么排队开车排队去拿 已经超过了数英里 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继续的关在家里的话 不过从美国的历史来看 那么任何时候美国国家遭到了重大的这个危机的时候 不论是911或者是珍珠港事件 或者是这个凯特里纳飓风等等 发生了这样重大事件的时候 那么通常美国的民众会团结在当时的美国的当政者 那他现在当然是特朗普总统 这个历史已经多次的证明 包括像老布什 那么他虽然是一任的总统 那么在他第一任的这个快要结束的时候 你也知道他是发动了这个对伊拉克的这个战争 那么一时间呢 这个因为美国跟海外有战争 一时间他的名望 那可以说是炙手可热 但是很快的美国民众 因为这个战争很快的结束 那么事实上老布什最终也没有再成为第二次连任 甚至还不如他的这个孩子 所以 他的民调我觉得一段时间是高的 但是呢 这个未来 大家知道今年是特别的一年 在11月份现在如果疫情不变化的 11月份现在看起来大选还是要再选的 那么那个时候 那么我觉得还会有很多的变数 就是第一 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总统 那么在这个疫情如果很快结束 大家认为他处置的还还不错 至少在后期还不错 那当然就我觉得他竞选连任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或者是说这个疫情持续的发展 最后变得更加的难以控制 那么非常有可能说 那美国人也考虑说 那我们要换换人做做看 我们觉得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handle这个疫情的部分是不好的 但是短时间内从历史上来看 那么这个美国的民众 在一段时间里面团结在当时的执政者 也就是特朗普周围的这个可能性 从历史上看也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事 事实上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 对历史上经常发生 就是说这个美国人民呢 可能在危机时刻会跟总统站在一起 但是呢问题是 我们也知道啊 在这个美国的历史呢 通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是不会掩盖事实的 当然然后我相信张律师跟我们在美国 都住了一段时间 不是说美国是一个很民主的国家吗 但是在这次的疫情发生之后 很多医护人员 他们向联邦政府告急 甚至向医院反映 就是说他们的医疗物资不够充足 他们比如说他们防护衣不够 口罩不够 然后这个也还有很多像什么 医院院内给病人用呼吸器不够 只要医护人员出来complain这些事情 就会有医院上级指示他们 禁止他们发生 我也这次的疫情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觉得说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可是为什么当医护人员求救的时候 上级会叫他下 跟他下风口令呢 这个我是看到过一些这方面的报道 我觉得当然非常 包括像我本人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也确实组织了 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口罩 那么希望给医护人员 今天上午的时候 我还碰到有一个某一个医院的护士的妈妈 在跟我们求救 就是现在这个护士 基本上上班 这个一天也只能发到一个 一个这个口罩 那么坦率说护士一工作 这八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都确实令人非常痛心的 但是呢 这个反过来又说了 那么因为这个这个疫情 这个pandemic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大概是非常罕见的一个pandemic 也就是说很难想象有任何的一个政府在开始的时候 能够有这么大的stock 这么大的库存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 我认为不论是美国的联邦 或者是州市郡的这些政府 包括像各大医院对这个事情的准备是严重严重的不足的 而且它传播的速度特别快 一时间大家都是这个手忙脚乱惊慌失策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广大的医护人员 那么他们确实是奋战在第一线 其实他跟你我都是一样 也有自己的家人 可能有孩子 有老人 他当然不希望 第一不希望自己感染 说实话 他们如果自己感染了 那很多的病人就没有办法得到救治 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感染了以后 那么他自己还有自己的家人 很多的护士 可能还有孩子等等 还有老人 所以这块我觉得确实在前一段时间 做的是不够的 希望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现在随着这个第一 美国总统启用了这个国防生产法案 那么包括各个州啊 也开始分别的启用各种各样的 这个州里面的紧急的状态的法律 那当然希望未来一段时间可以得到解决 因为这个类似于口罩和个人防护用品 本身它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 包括呼吸机 它也不是什么多么高科技 只不过就是没有办法遇见 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疫情 那么随着一段时间以后 我相信这个事情是会得到缓解 不过呢 各个医院在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不但是政府的准备不足 各个医院其实在这个部分也是准备不足 包括像戴口罩的这个问题 事实上CDC的建议从开始到现在 还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的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也确实有个learning curve 再加上美国的这种国情 联邦制的这种国情 那么确实我觉得是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混乱的 那么希望一段时间以后 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些事情吧 我们大家当然很多华人朋友也都做了很多努力 希望他们尽快缓解 对 那个这个疫情真的是让我们很多人 对这个美国的医疗制度 还有美国的民主制度呢 可能会开始有一些改观跟想法 那么还有一些人觉得说 这次的疫情呢 其实是什么造成的 除了病毒以外呢 更重要是这个全球化主义呢 使得这样子的疫情在这么短时间 蔓延的拓散的这么快 那么他们就说这个疫情总是会结束的 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确切什么时候结束 那当疫情结束之后呢 这个全球化的主义可能会重新被改写 您同意吗 现在当然立刻去下这个结论 我觉得可能还为时过早 不过呢 你可以看出来就是 就是第一呢 这因为这个疫情 确实导致了客观上 现在的全球化是中断的 试想一下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飞机 在各个国家之间通航 美国的这个国务院也发出了 像其他国家都有差不多的命令 就发出了最高级别的 四级的红色的旅行警告 第一要求美国人不要到海外去旅行 第二要求在海外的美国人 要尽最大的努力 找到各种各样的商业的交通工具 要尽快的回来 当然是在安全的情况下 事实上世界其他各国或早或晚 也都分别有各种各样 类似的这样的经历 所以从客观上来说 目前包括像很多的这个货运 其实也都是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的状态 一个是美国的港口 现在没有办法这个运作 比如说很多的工人 也要有social distancing 第二现在美国国内的经济 它基本上是处于瘫痪的状态 那么虽然这个产业链 有的时候变得很长 比如说工厂可能在亚洲 工厂可能在什么地方 但是因为美国的demand现在没有 那你就算运来了也没有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至少这个疫情客观上导致了 全球化的这个突然间被人为的 按了这个休止符或者叫停止键 那么现在确实在美国国内 包括在欧洲 甚至在澳大利亚等等 都有一些这个国内的这个争论和声音 也就是说可能至少从美国的角度 你看在历次的这个记者会上 包括像美国的总统副总统等等 都在提到就是美国的一些重要的 那现在看起来大家都把这个医疗的物资 把他上升到重要的战略物资 那么他就说这个在 比如说特朗普前几天在记者会上就说 这个美国的很多的医疗的这个原料 那么他包括医疗用品 那么大概有美国有个几十个国家 是跟美国在建立在这个医疗用品 和医疗原料的产业链上 但是因为疫情 那么不同的国家都有对不同的这个医疗原料 产业都有不同的这个限制 所以他觉得就是应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那么美国要考虑就是重要的这个医疗物资 医疗原料 那么要考虑这个产业链最好是要放在美国国内 而不是一旦发生疫情了以后 因为客观的和很多主观的原因 那么导致他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面去组织生产 就像你都可能了解的 命令一些生产汽车的单位 虽然你启用了国防生产法案 但是命令这个生产汽车的单位 开始要生产ventilator 生产呼吸机 虽然这个技术不难 但是毕竟还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认为就是未来一段时间里后 看起来这个关于全球化 这个一体化等等这个问题 确实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对 反全球化的趋势是不是会变成是一个常态呢 当然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 那我们谈谈比较切身的一些问题 就是政府不是要发这个 每个人发1200块美元来纾困吗 然后呢总共到目前为止 总共国会通过两兆元 那你觉得这个两兆元够吗 后来会不会还要再进一个阶段来继续发钱 来帮助民众跟中小企业纾困呢 当然这是已经第三个 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以来 第三个所谓救济赈灾的这个法案 或者叫救济法案 或者叫经济振兴法案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22000亿显然肯定还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第一确实不知道 这个疫情将如何发展 那么如果疫情再持续一段时间的话 你可以想象就是美国会继续的 有大量的中小企业 包括很多大企业要么是关门要么是倒闭 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上千万 甚至更多的美国人失去工作 或者要申请这个失业金 所以呢这个经济的振兴计划里面 当然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就是希望这个老板们 尤其是中小企业 如果你这个保证八个礼拜 不解雇你现有的员工 那么那这个政府给你的这一些贷款 它甚至有可能将来不用还 但是你要提供很多的证据证明你不解雇这些员工 讲白了吧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把这些 与其让这些员工去申请失业金向政府 那么不如让这个老板留住这些工人 事实上老板们都愿意留住工人 因为这个人才实际上也是非常宝贵的 只不过就是老板因为人为的按了休止键 那么导致这些老板们的生意立刻就没有办法运转 那么各个你想想比如说我们餐馆的老板 我们的旅行社的老板 我们的航空公司的这些老板们 他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在疫情之前美国的经济的主体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因为人为的这个政 就是有政府的行为 必须因为疫情要关闭这些经济 那么确实就遇到很大的困难 所以这个我相信就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可能还有更多和更大的这个所谓政材和旧事的法案出台 好的 非常谢谢张老师 然后我们知道其实这次这个疫情呢 有很多专家学者也出来做出一些判断跟预测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像比尔盖茨 他就认为说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 他认为这是因为疫情而死亡的美国人 并不会像总统他们讲的这么的多 可是不管怎么样这场疫情终将是会结束的 但是在疫情发生的过程当中 个人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将会是永远的 两个礼拜前呢 美国纽约医院的一个急诊科的医生 叫Dr. Frank Gebering 他感染因为这个在救治病人的时候感染新冠肺炎 一个礼拜以后他去世 那事实上他也是全美第一个因公殉职的医生 那么美国CNN有线电视网就访问了他的家属 事实上Dr. Gebering他在一年前呢才刚刚结婚 那么他的丈夫呢在整场过程当中呢 气不成声 而且呢没有办法讲出一句完整的句子 在长达十分钟的访问当中呢 Dr. Gebering的丈夫他只是不停地重复说 Dr. Gebering是一个喜欢帮助人的医生 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再进一步地告诉自己 在这样子的非常时期呢 我们对医护人员不仅是要表示我们最大的感谢 更重要的是大家还是应该尽量地在家里聚加避疫 不要为医护人员带来再更多的风险 以及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负担 以上就是今天的非常美洲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